习近平就像一个阿公 把加拿大总理像孙子一样 在那边跟他训话 而且他眼睛没有对着他 他就有点飘开 如果有诚意 我们可以互相尊重 好好沟通 否则胜负就不好说了 不行 完全不像 加拿大的总理就回他 我们会正常的跟媒体沟通 相信我们会有不同意见 创造一个有建设性合作的环境 那习近平就说 创造条件 创造条件 学不起来 I'm so sorry 我跟大家道歉 我觉得他就是看好了 第一旁边有新闻记者 所以他就直接走去对加拿大这样凶 第二次他知道他凶加拿大不会发生的事 加拿大就是软柿子啊 急掰 你要习近平那样的脸 要是我我一定出拳打他 对啊 你愿意巴掌把习近平打下去 像威尔史密斯一样 slap 第三任务 他嘴脸不一样啊 what you gonna do to me 他已经没有反对派了 谈言江泽民不是也走了吗 他从2014年就死到现在 他死10年了 横行无阻 好好沟通 急掰 你得到达的 ine